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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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海南越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调小军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6号 在星期一晚上为你播出realtalk 真实对话 说真话 真实对话 今天晚上节目当中 我们要试图从国内政局 到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火 我们全面的关系最新状况 因为讨论台湾可以学到 什么样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 在明年的1月13号 进行的总统大选 有没有能力 到底谁所选出来的一个总统 谁有能力可以带领国家 面对瞬息万变的一个挑战 今天现场当中 包括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廷飞 还有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家黄伟汉 以前官方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 包括了时事评论员 好久不见的温朗东 在整个大选进入倒数89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野的政党的重点 依然放在蓝白河 尤其在礼拜六 在黄金会当中 2加2代表柯文哲的黄珊珊 周虞修以及代表 国民党的有金普聪 还有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第一次谈完之后破局了吗 柯文哲说金普聪故意提出一个很难 执行的民族初选的方案 金普聪则是认为 柯文哲说翻脸就翻脸 双方面明天17号的会谈 还可以谈吗 还需要谈吗 当然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 在这个周末行程当中集中在哪里 在中南部 到高雄陪同党籍立委参选 到寺庙来 这个拜拜造势当中赖清德说 两岸问题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 而是国际问题 如果对岸愿意平等有尊严的对待台湾 愿意坐下来对谈合作 共谋两岸人民的福祉 一样的和 赖清德表达的是愿意跟中国对谈合作 蓝白和目标是什么 目前为止是冒合神礼吗 包括了韩国瑜 在这个侯友宜新北的第一场的大型造势活动当中 也说了土匪与千金的故事 今天现场来宾土匪与千金的故事 大家来帮我们一起来分享 来掌声欢迎陈亭妃 来亭妃晚安 小萱姐大家好 来欢迎伟瀚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掌声欢迎余中介院长 小萱好 大家好 来掌声欢迎朗东 大家好 我相信金武冲作为一个学者 我想他也看过很多初选 他会故意提出一个 看得出来很难提醒的 就是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求助 你想想看 过去这么多年 不管国民男人去初选半几次 都是那个方法 就做一个相当成熟的 有幸福效果 是大家都知道的 技术里的用 你现在用一个 20年长的基因没有用过 在国内没有用过 我跟你讲 做什么东西 要保护他的效果幸福 所以 非常幸福啦 一个出生学生 用这个方法 就表示 要嘛就离开学校太久了 你知道吗 把那个学识都忘掉 不然又是没有用心 昨天不是谈得很好吗 就是说我们有共识 有不同的 希望下次会一起来 我们今天突然一架 我说病名的病名 突然就觉得说 你不知道我的 我们就不用谈了 不要谈下次的会议 其实他们早上又告诉我们 原来是答应下周二要谈 可是突然又变了 但我们也愿意接受下周二 只是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建议 说既然 这个 特斯长长 这个 以己之心 以阿文之父 就说我们一定要七拖八拖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是不是可以今天 对 或者是明天 跟明天晚上 我们时间都open 可是没多久才来了 就是说如果不答应的话 没有答应之前 我们就不谈 下次谈 会变来变去 大概也不是我讲 来看完大现场 我请教韦翰 这到底在谈什么 怎么会后 到最后双方面 一个批评 一个酸溜溜的 这到底在谈什么 好我礼拜五 有上学姐的节目 就是有跟大家讲 蓝白河就是彼此 给彼此支持者 一个交代 好感谢 我没落差 我的评估是正确的嘛 方向就是这样 不是看好戏 而是因为 柯文哲现在显然明显 他要找一个理由 温柔的拒绝 理由很简单 我们real talk 就讲real的事情 第一个 因为柯文哲这段时间以来 发现他的支持者 强烈反对 国民党只希望 让柯文哲当副手 而柯文哲当副手 这件事情 柯文哲的支持者 绝不接受 所以他发现 我跟侯友宜 变成侯正客户之后 他的力量会比原来更小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跟侯友宜合作 不管是我当政 还是他当政 基本上看不到赢的几率 那还合个春天 我要去跟他合作干嘛呢 所以基于是两个 我再强调一次 第一个支持者反对 第二个合作以后也不会赢 那既然不会赢 我就要慢慢的退场 我就要慢慢的退场 我就用温柔的拒绝 过程是温柔 因为你看 民众党讲话还没有那么凶 反正是金卜生 讲话还凶一点 你怎么让我无言 说说翻眼就翻眼 他讲说 你再拿出个方法出来吧 今天是礼拜一 照理讲明天下午 会有一个幕僚二次会 那现在目前民主党讲说 我们暂时不用会了 因为你们提出的民主初选 听都没听过 台湾至少没做过 我们又不是美国 那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来 来那个学姐我就先 开地图炮放大绝一下 国民党现在目前提出 民主初选的基础 是因为民调不可信 民调不可信 民调不可信这句 我话我也一样 温柔的批评 讲话很温柔 但我话讲很重 这根本就是反制的说法 反制 中华民国已经用民调 已经1996年就开始 总统直选到现在了 不要讲远的 我讲近的 如果民调不可信的话 那为什么是 徐巧心选立委 不是废宏泰 如果是民调不可信 那为什么不是 这个 这个中佩军选 会是这个罗志强 所以一直用民调 别人不要讲 我就讲侯友宜 侯友宜是怎么能够 赢过郭台铭的 不是朱立伦拿了民调 给他看说 你看这么多这样的民调 你就输侯友宜 所以叫他退吗 才几个月前 对不对 才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 所以民调不可信这件事情 基本上无法说服大家 第二个 因为不比民调 是保证要让侯友宜当政 那保证让侯友宜当政 又不敢比民调 表示国民党此刻 就是社会的解读 一般国民党支持者 当然觉得说国民党会贏 国民党你看他 他在这个新北市 也办了个活动 这是展现国民党 他的动员能力 所以他也觉得 自己的动员能力 一旦进到所谓的民主初选之后 会进到投开票所能 可能他的党功 那他能够压过柯文哲 我已经从头到尾 我的说法都没有变过 如果一个选举 无法感动人心 你就算合成一组 我今天就假设是 侯友宜政柯文哲负 我也认为 话说在这里 现在才十月嘛 三个月后才投票 也赢不了赖清德 那既然赢不了赖清德 你合作干嘛呢 所以今天倒回来看 柯文哲他就会退到 后来他会想说 我今天是要胜选 还是要壮大 所以变成是壮大民众党 是他的方向 那壮大民众党 跟国民党合作 无法壮大民众党 反而会被包啊 所以他现在就选择 溫柔的拒绝 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国民党 所提出的民主初选 事实上也不被社会 臺灣的社会大众所接受 那大家的解读很简单 就一个就是 原来侯友宜民调是输的 所以他们不敢比民调 那蓝白河当然就是 开场及中场 开局及破局 周期场空 是 金普松敢讲 比民调 0.01 我们也当不了总统候选 整拨 都给柯文哲胖胖去 像要五毛给一块 国民党吓死了 甚至国民党 可能会是个历史罪人 来 以民众党 不是 以民进党来看 这是怎么样 蛮开心的一个结果吗 来 廷菲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觉得说 这一场选举 民进党就是跟自己在挑战 就是说 我们必须把我们民进党 更有力的一些行动 民政的过去现在跟未来要做的 把它串联 怎么让民众有信心 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民众党跟国民党 我觉得就是乱局 而且这个乱局的部分 是觉得好像在拌保抵戏黄 就是好像就是保抵戏 看什么拌了比较漂亮 而且可以让他的支持 真支持 这是他们的重点 尤其 其实我觉得金浮冲 非常笨 我觉得金小刀 现在是因为 他的这个小刀出俏 只有对马英九有效 可能对侯友就没效了 我觉得今天金浮冲提出 这个开放性的民主初选 是极度不成熟的 尤其为什么民众敢 在这个礼拜六开完 礼拜五就马上发一个 发一个新闻 搞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没办 而且是提出三样 就是说你的开放性初选 你的代表性不足 当然代表性不足 你今天要提出来 你应该跟大家讲说 不好意思 到底我的投票率 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有代表性 你都没有讲 你只有讲到一个 开放性的民主初选 请问什么叫民主初选 这在过去台湾 从来没有进行过 而且你现在是要应用政党 政党已经在那里说不好 你自己又要说这个 开放性的民主初选 当然 这所有的支持都觉得说 你根本国民党就没有诚意 你还是在捍卫说 我要怎么对志祺有交代 我要怎么让志祺有交代 我要怎么让志祺有交代 但是你看 我们光这个民策的尖子 我们现在因为登记 我自己也是候选人 我们很清楚 十一月份要登记了 所有的局就是在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的时候 到底最后 怎么样的结束 定期落都没有说 可是他们必须要去 符合所有蓝绿支持者 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态度 绿当然是支持民进党 赖清德 没有话讲 可是蓝呢 蓝现在就是焦虑 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民调 非常诡诀的是怎么样 就是说 在民调当中 这个 柯文哲的民调降 侯友的民调降 可是 他们两个的民调 并没有加在郭台铭的身上 那更不可能加在赖清德的身上 然后 但是他们这样子跑到哪里去 就是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看不下去 他觉得说 你们这样乱 继续乱 你们继续乱好了 这个已经对 不论是蓝或白 已经没有期待 所以今天 他们就是看到这个民调 他们不得不今天坐下来 蓝白坐下来 做给支持者看了 所以当时候金浦冲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开放性的民主初选 因为他知道 当柯文哲提出五家民调的时候 已经这个发球权在柯文哲的身上 他已经取得所谓的最后 如果要气饱的话 会气饱在柯文哲的身上 因为他觉得柯文哲比较有诚意 所以金浦冲就觉得不行 快点要说 他也要等出一个东西 说 有 我有提出我的一个发球权 所以他现在发球权说民主初选 可是你名车要怎么建制 而且26天 他都说他有办法克服 我觉得大家 这个睁眼不能说瞎话 大家都经过这么多的一个投票 你今天要投票 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过去从来没有案例 然后26天 因为他们有说 金浦冲唯一有设下的时间 就是说11月10号一定要完成 11月10号要完成的话 为什么设定11月10号 这个是金浦冲设定的 11月20号要进行登记 登记前的10天 才决定谁是总统候选 谁是副总统候选 但是中间要怎么去造势补选 他如果没有合起来 最后10天还有阿索比的时间 真的还分别去找 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们压了时间 压在那个时间 所以你说 才26天 26天你的名册要建制 双方要先谈说 名册要怎么建制 然后双方要谈说 这当中我们到底要几% 几%才可以 那这个 在今天我们看到说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都想说 不然好 这个因为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金浦冲所讲的说 民调不可信 这个已经炸锅了 因为如果国民党说民调不可信 那这些立委 民调出来的人怎么办 所以他们知道炸锅了 所以他们就自己跳出来说 要不然 好啦 那好啦 要不然就是民调 跟这个民主初选 开放初选 看怎么样比例分配 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 内部都瞧不容了 对 来我请教的是文朗东 如果是真的有心要合作 照到底应该是 双方要互有妥协才对 互相要 比如说用比较比例 好啊 你五家民调嘛 五家民调我给你做 那比例上要占多少 那民主初选 好 你觉得你可以克服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只是说双方面 好像在玩一个零和游戏 所以是真的想要去谈 真的想要去合吗 来文朗东你的观察 一个月前就已经评估说 蓝白是不可能合啊 所以说我几个礼拜前 就顺便去做一下牙齿矫正 就有点讲话大舌头 因为最近就是在看戏嘛 是 所以不需要拿出全部站立 就先休息一下 看蓝白怎么样去分 不过目前观众朋友 应该听起来 口齿还蛮清晰的 我努力在克服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说蓝白一定不会合呢 完全是从政治意义上面去盘算 简单的讲 就是我做一个简表 是 左边是克文哲选到底 右边是克文哲呢 他弃选 或者去当猴的副手 是 他如果选到底的话呢 首先呢 政党票的部分 他原本的话呢 在2020年就拿了158万票 一票有200块的价值 因为一年补50块 所以说呢 这一次他有机会再往上升 如果他去选 政党补助款呢 光是因为政党票的关系 他就可以拿5亿 假设呢 他拿250万票政党票的话 那总统补助款呢 这是由政党分配的 对 一票30块钱 如果呢 克文哲拿到了300万票的话呢 他的辅助款就拿9千万 所以 9千万 我们虽然说算钱很熟气啦 可是钱也不少 就是5亿9千万 嗯 那再加上说不分区其次呢 他这次有5席嘛 他下一次再选 他是希望7到9 就是我帮他大概盘算 他希望能够增加嘛 更重要的时候 如果蓝绿都没办法单独过半的话 克文的影响力会很大 嗯 他如果7到9席 这就成为关键少数 他可以有时候帮蓝 有时候帮绿 他的这个影响力跟媒体声浪 会很强 这个才是他最关注的一个重点 大家 所以说这个加总起来 这是他选到题的好处 可是如果他让给 小心喔 他如果让给侯友宜的话呢 会有几个问题 不管他是当副总统 还是行政院长 政党票势必会萎缩 因为你没有自己 带头出去冲的话 大家会投你民众党的政党票 几率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呢 而且喔 政府总统这个补助款 刚刚讲的政党分配 所以是由国民党领先的侯友宜 他的党主义是朱立伦嘛 朱立伦去分配这个钱 所以他那个9000万是 绝对是拿不到的 然后政党票呢 很可能只剩100万票 所以说呢 有这么惨啊 因为这时候 你震的是侯友宜 所有的目光焦点 都会在侯友宜身上 OK 柯文哲的这个民众 除非啦 国民党说 总统是侯友宜 政党票投民众党 不可能嘛 国民党不可能会这么做嘛 所以说最后 民众党会变得非常的萎缩 那不分区其次也会减少到 大概三到四席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如果你回到蓝绿对决 蓝银气质很强 因为蓝白合 可是绿营的那个焦虑感 紧张感也很强 所以到最后就是看 谁能够单独过半 单独过半 几率反而会提高 而民众然后会萎缩 那当然对柯文哲来讲 他也会蛮想当行政院长的 因为他可以派很多人 去当各部会的嘛 而且在行政院长的权力很大 有行政权嘛 可是行政院长 随时可能会被 这个总统后裔给拔掉 然后呢他如果被拔掉 又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能够撑个一两年 对柯文哲来讲 也是可以维持知名度 可是这两个选项 相比较在一起的话 选到底比较操之在一起 如果他让给侯友宜的话 就要看国民党后续 在内阁上面的诚意有多少 而是非常不可靠的这个事情 因此柯文哲一开始 就不可能会合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侯友宜有没有可能让柯文哲呢 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对国民党是个泱泱大党 他觉得中华民国是他带来的 他一定要 这个中华民国选举是他的主场 他一定要派人参加 再加上 如果他派出柯文哲出来选 后续不选的话 柯文哲呢 当总统的四年内 他选上之后 就会把国民党蚕食精吞 把国民党所有的人 都拉到这民众党里面 所以会变成选上 比选不上更惨 所以对国民党的讲 绝对不可能让 非常多国民党人 都讲过这一点 那美一岛的民调呢 目前都是麻花庄 因为民调大家都看很多 所以简单一个结论就是 柯文哲跟后续 目前还在拉锯跟伯仲之间 如果你的民调 是用纯式化去做的 侯友宜有优势 如果是用手机的 或者是用网路的投票的话 柯文哲就稍微领先 所以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阶段 放弃的一个理由 更何况 还有一个不稳定的因子呢 就是剩下6%不到的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他会不会选到底 以及他如果不选的话 会支持柯吗 还是会支持侯 会成为一个关键的 一个少数的力量 因此没有一个人注定是输的时候 蓝白铭就注定破局了 所以说这个系好看的是说呢 现在就有一顶战犯帽 每个人都要想把战犯帽呢 戴到对方的头上 原本柯文哲是占有一点优势的 因为他丢出说比民调比辩论 听起来完全非常合理嘛 初选就知道有这个 2019年蔡蔡初选也有这些 任何民主国家会有初选辩论很合理 那侯友不敢接招 因为他知道如果比辩论的话 柯文哲有优势 侯友宜只要讲出一两句话 柯文哲透过他一些网路支持者 就会把这件事情 他一直吵一直吵之后 会变得侯友宜会很难堪 因此不想要进入到比民调的阶段 很可能侯友宜会输 所以他要怎么办呢 原本以为已经没有招了 没想到姜是老的那 金小刀一出 就把柯文哲这个 谈判团队打得满地找牙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所谓的民主初选这一招 是完全超乎黄珊珊 跟柯文哲的预料之外 不过看起来目前为止 两位加上温朗东 你们好像都站在柯文哲这一方 都认为民主初选不可行 是不是 你也这么认为吗 刚刚两位是嘛 庭妃包括了伟翰 都认为金普聪所提出来的民主初选 是不合理的 比较偏向柯文哲所讲 金普聪提出一个非常难以执行的方案 可金普聪说可以啊 他觉得对他俩没有难度 应该讲实际上确实不容易做到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 他的胜利条件就把战犯帽 带到柯文哲头上 所以他不需要真的做到 他只要行述一种 柯文哲也会怕 柯文哲没有组织动员力 这样就可以抵消掉柯文哲所说的 比辩论比民调的一个公式 所以金普通行达到他的战略性的一个目的 因为现在就是一些口水战啊 首先黄珊珊有点吓傻了 他就是说啊后面很难执行啊还是什么 而且原本说明天可能要第二次会 现在民众党最新的一个说法说 他们在讲说 原本是讲说最快是明天 所以说现在不是最快 所以说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就遥遥无奇啦 很可能就是这个 蓝白河首战集中战不会再继续往下 是 那柯文哲就开始一人传在攻击啊 说呢这个 反对要签署一个下架民进党认同卡 会让台湾陷入两级二斗 那金普通又说 这个你自己也曾经讲过啊 你自己也说要下架民进党 壮大民众党嘛 然后呢这个柯文哲还具象说 金普通是学界的 故意其实很难执行的方法 是没打算要合作 金普通就直接向他说 柯文哲讲话很直 跟是不是医生也无关 有没有道理才是重点 应该要救私论事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口水战 那他说让你好友宜选喔 你也不会上 就是直接就呛了 那当然你说执行的部分 陈志涵他就继续谱了嘛 就是说 为什么不让郭台铭用民主初选 然后以及你要怎么样有名册 保护个资 然后你只要在短时间内 要弄出那么多的一个投票 所来等等的 那接下来的话 金普通他也有讲了说 柯文哲他自己有讲过 有假民调策略性民调 而且有些民调是买的 也就是柯文自己也确实有讲过 其实柯文什么话都讲过 他有时候讲东有时候讲西 所以就这样 那双方拉扯一轮的一个结果 就是民众党他不会接受民主初选 为什么不会接受呢 简单讲 因为你要全台湾这么多一个县市 设调派票所之后 我们先不讲执行难度的问题 国民党光是他能动用的党员 至少就15万 然后里面大概有七成以上 就是挺侯友宜的 再加上县市首长 跟要选立委的蓝营的人 还有蓝营的议长等等 全部加总加训 他可以动到这个票数少说 就是50到100 所以除非这个民主初选的投票人数 到达大概两三百万的一个门槛 不然的话蓝营可以轻松的 藉由他的动员力去压制柯文哲 这样的一个支持者的声音 所以现在双方就是各词一词 我认为接下来双方再就炒作 到底民调好还是民主初选好 而这件事情 不会有答案 不会有结论 而双方的支持者 都觉得自己的制度是比较好 比较对的 那双方都不是战犯的时候 蓝白河这一题的话 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就过去了 双方等到11月初的时候的话 可能就是要正式进入到三喀都的局面 那你呈现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 其实对侯有瑜来讲 他也知道 他表面上是要选侯总统 但是他其实真正目标 就把新北市长做完 不要被罢免了 因为三喀都中了 他是很难赢的 那朱立伦呢 他也说要侯总统 其实他最想做的是保住党主席 他为他保住党主席呢 所以说跟韩国瑜之前 就有一些argue 然后韩国瑜 因为什么要跟韩国瑜有宽呢 因为赵少康跟韩国瑜 这边塑造这种情势是说 蓝白之所以合不了 是因为朱立伦没有给韩国瑜 很重要的位置 朱立伦的判断错误 这点就是为了要把朱立伦 在1月14号 把他拉下党主席的说辞 所以朱立伦还说 有要找他当副主席 或者是后来又改头说 是他自己要当 那既然又要当又不当的 反正就是在踢皮球 在催责任 赵少康主这个战斗篮呢 跟这个去做 把韩国瑜找进来 也就是希望说 他对党主席也有兴趣 但韩国瑜有没有党主席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就是快乐最重要的人 我看他目前帮侯友宜助选也很快乐 所以才会讲千金跟土匪的例子 说这个土匪抢了千金过来 得到了你的这个人 但得不到你的心 可是我韩国瑜站在这边 我人跟心都是侯友宜的 他这个还是一样那么有趣 千金跟土匪的故事 他的两个意思就是这样 那因为韩国瑜现在大力在帮侯友宜 他是一个很爱助选的人 所以在他认真帮侯友宜底下 侯友宜的基本盘 还是会大于柯文这一点 那因此韩国瑜 基本上就稳住了老二这个局势 但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他表面上是要当柯总统 但是他一定 几乎可以一定拿到首次选举补助款 至于会不会有国会的关键席 就要看蓝绿会不会单独过半 蓝绿如果都不过半 柯文哲接下来四年 在民众党的立卷里面 影响力就会非常的大 最后讲一个好像不重要 其实也是蛮关键 就是一直在那边跳舞的 郭台铭 对 那个MV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看到吗 郭文哲的时间就下架了 对 霸道总裁的传说 霸道总裁的传说 其实我觉得 他都在想做花钱跟体验人生 所以说他 他联署已经过门槛了 但是他会不会选到底 以及要选他 如果不选到底之后呢 会不会跑回去支持科等等的 现在都没人知道 因为总裁有钱就是任性 人家真正的目标 是享受花钱 体验人生 这个 不会吧 他还是 他在享受是选总统的过程 没错 党主席呢 他没有想要成为未来国民党党主席吗 现在国民党 因为有大概七成 回到毫有余这边 所以其实草验 郭台铭的比较多 特别是党主席是党员投的 不是泛蓝投 是深蓝的党员去投 而且他有没有现在具有 国民党党员身份 还是一个问题 他没有 他现在还没有 对 OK 这个泰式发展成这样子 来院长 待会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 您觉得呢 蓝白泰式呈现这样一个格局 来院长 有没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看起来现场四位当中 有三位都站在柯文哲的这一方 你也是吗 我的看法可能跟三位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治就是最高的骗数 你能骗多少 我相信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操弄这个游戏规则 是 那我们看看如果说 现在蓝白河 如果我们从零和竣局的角度来看 现在就已经game over了 因为你就只有一个人能胜出 那两个人都不愿意退的状况之下 这样的一个结局 大家看到的就是看到那个结果就是破局 那破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续可以继续演 那为什么还要推出来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是有它后面的一些策略考量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它可以主导一论 你看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媒体 大家所关注的聚焦就是在蓝白合不合 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来讲 是把整个绿营的这一个这个气势 或者说它的关注的程度 或者后面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增温的效果 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抑制的效果 这对绿营来讲事实上是不利的 所以第一个一论主导权它掌握了 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要看这个台湾的选举 事实上我们经常估列 还有很重要的国际因素 特别是对岸 对岸要不要出招 对岸做什么事情 其实往往也会决定 我们整个总统选举的这个主轴 还有对于中间选民 对于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程度 这个效果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考量 所以它还是有变数 那这个怎么讲呢 其实这个柯文哲 这个接受这个蓝华早报的这个报道里头有提出来 蓝白现在两个共同的焦点就是它未来会聚焦到四个主题 一个潜在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反台独 这个当然就是针对这个蓝副总统 这个量身定制的 那第二个它是两岸和平 这个又是在战争跟和平之间的这个主题 也对蓝颖相当不利的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看到 它包括就是说政党轮替要下架民进党 这个他也是认为这个也是 对民进党来讲 遭遭避命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到现在没有乐观的这个理由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就是说包括柯文哲他也提到 其实包括蓝颖跟这个或者是这个民众党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非常有利益的 这一次的选举的这个主题还没丢出来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开展两岸经贸关系 这个也会对中间选民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那他们现在所聚焦的未来就是说 在这个共同主题上面 其实他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对蓝颖 这个士气的凝聚或者整个大氛围来讲 能够聚焦在蓝颖的这些政见跟主张 那刚刚廷辉主委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现在绿颖的这个就是挑战自己 他设定的这个目标就是说 你最后就是会有一组共同的人物出来 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对的 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了 朗东也提到 你看看那个郭台铭后面的角色 他会形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所谓的 策略投票效应出来 因为当然这个柯文哲跟那个侯友宜他的支持度 都没有办法超越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一定要结合才有可能赢 那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民主出险 谁的支持度高 现在对于侯正寅来讲 对于那个国民党来讲 谁能够吸纳郭的这个力量 就能够处于不败之地 那另外讲到民主这个初险制 其实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盘算 刚刚也提到了 国民党就是 听起来蛮合理 对 你既然用民调 民调顶多 你做几份民调 每一份给你做三千好不好 五份的话做一万五千份 我就来选一次 国民党都觉得说我全台湾有办法办一次初选 没有错 不是以朝公信更有公信力吗 没有错 金补充有错吗 所以金补充的磨算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全国性的这个民主初选制度 靠的是什么 靠动员 是 国民党的组织动员绝对赢过民众党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认为可行 他对国民党来讲绝对有利的 因为国民党他的这个整个的组织到离村 到最零都有他的这个组织动员的这个能量 反光民众党是比较理念结合的 这个能够能化成选票 困难度会远比这个国民党来的困难 所以这个是等于吃定了 你民众党不会跟 那你不会跟刚刚提到的战犯在哪一边 就是 就是民众党对 我们已经开诚布公 决定要合了 是你们不愿意 依照这个民主初选的方式来进行 没有错 如果加上我们刚刚讲 要形成最后的策略投票 中国如果这个时候 能够再表态 支持或者抛出经济性的议题 我们刚刚讲 两贸经济发展 这是要靠对岸 那对岸支持谁 对我想我们广大的这些中间选民 绝对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骗数在这个地方 然后算计也在这个地方 那国民党在这几个考量下 他绝对是吃定民众党 才会有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局出来 那这个局我想民众党应该要非常小心 民众党看起来有看出 国民党在这一局提出 全面性的民主初选的一个盘算 民众党就是没有组织 全台湾的市议员也只有14个 立法委员也是靠部分区只有5个 国民党家大业大百年大党最大的实力 来自于地方 地方的派系地方的实力动员 不然这样算下去 你民进党的支持者也不会参与咖吗 不会动员吗 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刺激 我来模仿夏阿扁 南道普通错了吗 民主初选错了吗 真的错了学姐 来我就几个问题 因为刚刚几位来宾讲的都好精彩 还有朗东那个图我等一下再借用一下 就进一步跟大家分析 我来跟学姐报告 我不是支持民众党反对民主初选 而是横空初是 在我们台湾的选举第一次出选民主初选 不好意思 那请问一下金普聪秘书长 他以前是国民党秘书长 你做国民党秘书定的时候 你有什么用这个方法来决定候选人 有没有 你说这没办法啊 因为郭台铭跟侯友宇 他们两个在比的时候 金普聪还没有到侯伴嘛 大家理解 可是请问你以前 当国民党秘书长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民主初选 没有 当时用什么 民调 还澄清民调一二三 一二名不提名 提名第三名的 因为他说第一名 在桃园中立 他说第一名的不服第二名 第二名的不挺第一名 所以提第三名的陈学胜 所以呢这个就是 好这个过往斑斑 我们都可以 大家能够去爬树 我就不多讲 有这样逻辑喔 以前曾经有一次 有一次这样提的陈学胜 来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不是支持民众党反对 侯伴跟国民党提的民主初选 而是民主初选 在台湾过往 并没有被承受使用 第二个 时间上来不及 他说可以嘛 尤英龙以前在1995年的时候 民进党办过民主初选 八个月 第三个 如果要执行民主初选的话 来得起没关系 那是国民党的说法嘛 有几个问题要问的 那既然民主初选 是你过去觉得好 而没有用的 好了 以前民主党我也就不问了 请问 那这一次民主初选 可不可以包含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 他并没有 在民主初选的 这个好的制度的保障之下 他以些为制裁 民调输给了侯友宜嘛 那郭台铭下一把痕进来了 为什么你只有 对 只有跟柯文哲做 民众党都可以了 对啊 民众党也不是国民党啊 好问题耶 要不要包含郭台铭 第二个 你一旦决定了侯友宜 透过民主初选 假设赢了 我们先做假设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其他 我们就假设赢了 我问学姐 我问所有今天看 我们Real Talk的观众朋友 请问在 已经做完民主初选之后 接下来11月12月 全台湾各大媒体就不做民调了吗 还是会做啊 当然啊 那到时候你的侯友宜民调 跟赖金德一比 如果还是输 今年3月的时候 侯友宜民调 本来也有三十几四十啊 现在剩十几二十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民调让大家看到侯友宜他变弱 并不是靠个民主初选 你就会赢了 还有最后一个 现在目前 你的民主初选这个制度 其实呢 基本上过去才没有用过 那你又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你为什么不用民调 所以反过来 大家发现说 是不是民调会让侯友宜最后 输了这件事情被曝光 第二个 我刚刚讲民调以后做不做 做嘛 辩论以后 要不要变 也要啊 那到时候等到赖金德 这个总统参选人 跟侯友宜总统参选人 假设柯文哲被包啊 变副总统好了 赖金德跟侯友宜一变以后 那侯友宜又变出 民调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个叫做初选的 这个民主初选的 这个制度 横空出世 基本上能接受的人不多 而且过往 现在目前全台湾 学姐 有73个选区 国民党和民进党 几乎都有提名 那有正义的地方 都是靠民调的 是不是全部重来 因为你现在讲说 民调不可信嘛 好 第二个 下降民进党 刚老冬在讲那个 因为柯文哲他反对里 其中有个下降民进党 那就被金普通抓到痛脚嘛 其实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是第一个柯文哲 举那个下降民进党 排在第三个 我就公开骂他的人 网路上都有文章 大家应该看到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曾经讲过 他不支持下降民进党 让节目人家给你排一二三四 你要排在第三个 在壮大民众党之前 你就把握啊 因为下降民进党 不应该是个口号 应该是说 我比民进党更好 所以希望政党轮替 而不是说下降民进党 包含我常常在 节目里面讲的 什么叫战争与和平 如果选民进党 就一定战争 那基本上中全会 应该剔除这个选项 太危险了啊 哪有这种 投给陈廷飞就一定战争 过往从以前阿扁 2000年到现在20几年了 每次国民党 就只会讲说民进党当选 就会战争 问题是 这是台湾民众的选择 如果你连台湾民众的选择 权益都剥夺 我们还选 我们还选举干嘛 好 最后一个 我跟大家讲 柯文哲显然发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在反对民主初选的 第一个反对理由 就讲说 下降民进党不应该是口号 他要拉回自己的基调了 那也就是 他要跟国民党做出区隔 蓝白不为何了啦 今年的国庆大会 国民党退席 柯文哲有没有去 他有去 那国民党 我也不赞同 国民党 国庆大会不去 如果你国庆大会不去 那以后有一天 国民党要是执政的话 你会不会希望民进党也来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 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在选举 谁执政都好好做 都有可能轮替的嘛 民进党有一天 有可能被轮替的 你不可以说 你不贏了 你就冰倒嘛 你就不去嘛 好 这些纵观 都跟大家讲完之后 我就说柯文哲 应该已经确定 他要拉回来 他不要跟国民党一起走了 那刚刚朗东那张图 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那个排美一个人 政治任务他的所想望 来来来来 上来来来 我上来 是是 这个是朗东的图 你对张图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朗东的图做得很好 待会他上完之后会我上 是啊 OK 我觉得 待会也要看看最新的民调 你们觉得最新的局势变化 不会随着 如果柯文哲的民调继续掉 这个时候的郭台铭的 连数破百万呢 时势会不会又出现一些变化 好 虽然你问这个问题 我随便把他一起讲 因为郭台铭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他连续的误判 他以为他 当地司组的这种参选 开始联署以后 他就可以吹呼拉朽 然后就逼着侯友宜跟柯文哲 跟他去谈 对 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就发现他们两个没有跟我谈 自己跑去谈了 所以呢 他就再次误判 跑去跳那个 有没有 那个你和阿嬷 然后就后来 被很多他的支持者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 只是时间点不对 应该是三月的时候 现在已经十月了 你要提一些比较 比较正经的东西 所以他被很多他的 企业界的朋友骂说 你在在搞什么东西 所以要把他下架 所以郭台铭的部分是这样 他是想要 他是想要能够好好的 选个总统 跟动到后来只变成体验人生 没有错啦 朗东结论没有错啦 因为他误判嘛 但现在如果他愿意 当副手的话 他跟柯文哲如果搭成一组 刚学生在讲的 其实会是一股失利 如果他跟柯文哲搭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前面我都没有意见 都讲的很对 在这边我跟大家讲 赵少康的战斗篮看起来 想要抢党主席的 可能不是赵少康 因为赵少康的战斗篮 里面有两个精神领袖 一个是他 一个是郝龙斌 所以可能想要抢党主席的是郝龙斌 他在帮郝龙铺成 或者是说进到立法院去 当副分区 第二个 韩国瑜 快乐是没有错了 他的原则啦 可是呢 其实如果明年侯友宜 我现在看起来 赖清德这个当选总统 其实比较高 一定会有人讲说 那你朱立伦党主席 你怎么做成这样呢 会去让他下来 可是到时候他一定会讲说 这个我已经很努力了 黄建帝密所想下来 我继续干 但你要看逼供的程度 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的党主席下来了 要选的话 我觉得支持韩国瑜 选党主席的人 其实反而更多 所以他这次为什么抗拒他 当副主席 就这样 那也就是 学姐我到回来讲 他也就意识到说 他到时候如果来 变成是要选党主席的人 怎么办 先拉近来 他才变成我的人 拉近麾下 所以他为什么 只要当副主席 是这样 所以如果明年是 侯友语书的话 我觉得韩国瑜 会出来选党主席 而且他选党主席 当权的机率还不低 因为郑兰军跟韩本 会投给他 再来柯文哲是这样 刚刚讲的 整个的补助款等等 我觉得朗东讲的都很对 所以柯文哲现在 已经看不到 当副主席以后 会赢的机率了 所以他决定把他收回来 努力的往巴西的部分区 那巴西部分区是这样 关键少数 重点不是少数 是关键 如果民进党 今年守不住那57席的过半的话 当然民进党还是要过半 对民进党 賴清德副主席说 要总统当选国会过半 那到时候 连立法院长是谁 可能都要去 跟民众党合作才有办法 所以现在 柯文哲现在退回来 就是当选没有机会的话 那就是壮大民众党 所以他们各自的考量不一样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朱立伦的当主席 能不能保住 就跟侯友语能不能当选有关 那以目前我看起来 侯友语当选的几率 非常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 那来我们看一下 最新的民调好不好 刚刚朗东有出现过 我是说这个局势 会不断的一个变化 这是在10月11号到13号 等于345 连续三天当中 最新喔 最新的一个民调 第51波当中 呈现麻花 两个人在误差的范围 深南市的部分 是22.4 是侯友译 20.8 这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态势里头 如果持续往下掉 但37.8可以看出来 对于赖清德来讲 都持续的稳定 斯卡都里头 看出的是 剩下不到10%的 6.2的郭台铭 我不知道未来 他的 连数人数 进入倒数计则 因为快要截止了 到底 他现在说 30万没有问题 50万 甚至可以冲到 60万 70万 如果这个 连数人数 他不断去飙高 同时 柯文哲的民调 也持续去掉 但是相对 往上微幅攀升 的是侯友译 呈现稳定的是 赖清德 这个态势局势 不会呈现另外一番的变化吗 来 韦翰 这个民调我一直都有在关注 这个媒体导电子报的民调 其实对侯友语来讲 他是互有领先 但大部分 50%以上的民调 都是柯文哲 大于侯友语 比较多 但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是麻花状态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个结论 我认为 如果侯友课真的配成一组 因为现在还没有成 我看也不会成 真的配成一组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民调是细卡都 还有另外一个是三卡都 现在目前 赖清德的支持度 是36到40之间 一旦如果变成了侯友课 变成一组之后 局长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吗 我记得上次媒体电子报 双方面的他是赖消费 他的差距都在5%之内 甚至还有误差范围的 我这边先跟大家讲 因为评论员讲了以后要负责 如果不对以后要跟大家知歉 如果真的侯科配成 或者是柯文哲退场 实际会有一个人在选 变成是一对一的 因为赖清德讲说 已经做好一对一的准备 一旦真的变成一对一的时候 我觉得赖清德的支持度 还要更高 就是支持赖清德的支持者 现在可能犹豫 觉得说 因为国族认同这部分 好像变成是一支独秀 因为另外一三个 所以现在柯文哲拉回来了 我不要跟国民党一样下在民进党了 他要告诉他 他跟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就在于 这个两岸是不是要 未来是一中 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 选民跟支持者 一旦变成一对一的时候 回头还是支持赖清德 我觉得反而还会增加 对 因为已经是一对一 就所谓的危机感 现在看来都领先 虽然我是支持民进党 但我觉得 某所在做得不好 所以我现在不表态 可一旦发现一对一 有危机的时候 他反而会更solid 那个民党支持者会更团结 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跑嘛 学姐对不对 阿扁那时候本来是490万票 宋楚瑜460 连战是290万 连送的实质票数 比陈瑞扁多260万 可是四年过后 直接拉平 还赢了不到3万票 2万多票 所以就说这个支持民进党 跟赖清德的支持者 如果一旦真的 蓝白合成一组以后 其实我觉得赖清德的支持者 会更坚定 而且还会再多一点出来 好 这个太师都值得去观察 来 廷飞 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基本上我可以借朗东的那张照片 一样是郭台铭 大家对那张图都非常有兴趣 那其实我也知道 刚刚你讲侯科配 可是刚刚伟汉也说 不排除 如果郭台铭跟柯文哲 变成一个组合 目前为止 柯文哲 还是至少维持 跟国民党 跟柯文哲之间的一个等据关系 这个应该不是柯文哲打来的 好 来 吴董你待会儿我现在卡到你 我在录影当中 我现在卡到你 好 帮忙约一下侯友宜 拜拜 好来 有可能 柯文哲跟郭台铭 我上个礼拜有得到一个消息 其实柯文哲跟郭台铭 上周是有秘密见面的 所以柯的盘算里头 我还是不排除跟郭台铭合作 基本上现在柯文哲 他一直觉得说 他的民调完全没有办法往上 然后还在往下跌 他一定要把自己撑住 否则他没有撑住的话 民众党就是一人政党 他自己没有撑住 他下面的小鸡怎么办 所以他很清楚 而且资源 对柯文哲来讲 资源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今天在民调往下跌的话 很清楚资源进不来 现金进不来的话 他怎么选下去 而且是全国跑 你要用那些政党补助款 去跑所有台湾 所有各地的一个选举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 他们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状况 就是说他的资金 也就是说 这个选举的金费要怎么来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思考 他要怎么取得 这所谓的发言权 所以他为什么在中秋节連假 大家还记得他在中秋节連假 他先抛出说 来民调 我们来和 南白和 你加民调 政的当候选人 输的呢 来决定附送的候选人是谁 对 他为什么要丢出这个议题 就是因为 南白所有的支持 都觉得 所有的选举就到此结束 那到此结束 你的所有选举的金票 从哪里来 你所有的部分区 最后你些政党票 甚至你些小鸡 又怎么选下去 不可能嘛 政治很现实的啦 像我自己 当时候在2008年 我的政治现金 根本来不 就不来啊 你支援他的人 为什么国民党跟你合作 国民党就给你支援 跟粮草跟子弹 未必吧 没有啊 未必啊 但是他觉得说 起码如果和的话 他先丢出这个议题 他也觉得和不了 因为两个人 你看哦 侯友宜的内心是什么 侯总统 然后呢 朱立伦 他的内心也是侯总统 那你今天都是侯总统 而且柯文哲是柯总统 那侯总统跟柯总统 又没有人要当副手 要怎么合 这个所谓的一个基础点 就已经在一个 我都要当总统的前提之下 那大家就是在 这个区块盘算嘛 就是我要先取得发言权 我不是要合哦 我是要取得发言权 我现在要取得这个 所谓的中间选民 这些蓝的支持者的中间选民 要怎么支持我 我要先奠高我自己的支持度啊 我如果支持度一直往下的话 我就没有支援 好 现在看到哦 柯文哲今天所想的 一定要取他自己最有力的 什么最他最有力 民调嘛 民调就是最有力的啊 所以他才会喊出五家民调啊 嗯 可是呢 今天对于国民党 什么最有力 组织最有力啊 是 所以他才会喊出 所谓开放性的民主初选啊 我觉得各自 以掌握自己的优势 提出论述合作方案 这是无可厚非啦 以柯文哲来讲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份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 包括了近新闻 他都是位居第二名 大约是27%的支持度 而且27%的支持度里头 跟近新闻跟台湾民意基金会 跟赖清德的落差不大 大概都五六个百分点 可是他们的问卷的方式 的确他们的调查的方式 有的一份呢 占的手机是五成 台湾民意基金会三成 近新闻所做的民调里头 手机是占了五成 所以呢 柯文哲呢 大幅领先的侯友宜 如果未来的民调 我想柯文哲 以他提出一个 我希望有五家民调 甚至手机占一定的篇幅 我当然才有赢得胜算 这个是各自 对于民进党 国民党来讲 我地方的组织动员 我一动员起来 民主初选 我一定有胜算 对金普冲来讲 我如果想出这个方案 结果 侯友宜输了 你不会成为民主罪人吗 你不会被国民党罪人 你不会被痛批吗 万一我输0.01 国民党征兆的候选人破天荒 不能当候选人 这个问题有多大 双方面在各自校正的过程里头 之后更有趣的是 职工对方的软肋 你会觉得柯文哲批的 跟金普松所讲的 双方面根本没有想要合作 不是吧 来院长跟伟翰继续来 其实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 年轻选民这一块 是 这一块基本上它是 如果柯文哲跟国民党可 他这一块是会失去 非常严重的这个失分 所以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就是说 男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 但男影又以组织见长 你选举就是要靠组织 是 那再加上年轻逐情这一块 会有板块移动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应该是经过 很仔细的这个考量 不会只是说 突然间丢出了一个议题 那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说 金普松他是不败的战绩 他是对于这些 这个细部的这个规划 跟考量绝对不是 凭空丢出来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妥协吗 如果金普松认为 我一定要跟柯文哲 如果以去除法 他认为跟郭台铭合作的 可能性维护其尾 那我一定要想办法 我一定要跟柯文哲合作 所以他说不要翻脸就翻脸 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彼此怎么去瞧 他有可能妥协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最终目的 还是要跟柯文哲合 还是你认为他最终目的 只是过一个场而已 根本没有想要合 我觉得这个有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当然能合是最好的 这个合的方式就是说 国民党他的基层的组织 他有一定的胜算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金普松一直希望 能够刚刚忽然间丢出来 这种选取游戏规则 因为我相信国民党的这个基层的组织 还是演超过演强过这个民众党 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选举 或这样一个机制 这个对民众党不合 或者是说民众党他排斥拒绝 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提供一个 这个泛男阵营的一种 大家看吧是谁在破坏团结 对于国民党来讲 他的组织的这个群众的反弹 或者是说这个焦虑 事实上是可以有一种 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一句说敌人共同的敌人 就是这个民众党这边不愿意 不愿意配合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经过仔细的计算 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是比较有利的一方 来这个韦翰 形势可能会怎么去演变 我直接先讲个结论 就如果观众朋友 能看懂这一局的话 我简单给你一个答案 就是柯文哲现在显然已经是 希望走向复制2018 我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 来刚刚这个院长来讲 很有道理 因为国民党他是经过机密的计算 礼拜六下午才谈完 晚上在新北市 我看导播刚刚放的画面就是 新北市的造势大会 有没有 人确实不少 那新北市的市长 跑回去新北市 那地方算大庄 就有好几万人 他告诉你说 我们国民党能够动员这些 其实人虽然不少 远远没有四年前韩国瑜那么多 但韩国瑜也没有赢 所以其实有很多 就是这个画面 很多人 对 礼拜晚上 在板桥的一场造势大会 所以国民党要告诉 你看我们有 我们有马英九 朱立伦 韩国瑜 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有基层动员实力 所以我们要民主初选 我们相信票能够投赢 来 观众朋友倒回来问 如果今天金普聪 他辅选或代表 参与开会的候选人 是马英九的话 他会怕辩论吗 他怕民调吗 他以前有曾经怕过吗 院长就笑了 没有嘛 你以前就没有反对过嘛 那你现在就要反对 那我刚刚已经讲一次 再讲第二次 就算过了这一关 还有下一个关 之后到了11月12月 你还是要各大民调 大家还是看啊 对不对 每一条电子报 TPBS 什么联合报 还是会看 你怎么民调 还是输给耐心得 所以你光是一场民主初选 是没有用的 第二个 蓝赢没有退场机制 蓝白怎么合 蓝赢没有 就是哪一种状况 你达标以后 你辩证的 我辩父的 或我不选 到现在为止 蓝赢没有任何退场提示 其实柯文哲是有讲的 一个方式 就是比民调输的退 所以只要民调 蓝赢过柯文哲 照理讲 你要说到做到 你不能说 柯文哲就要退选了 对不对 你就不是选政的 然后他要把他把他当副手 那是后段嘛 可是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什么状态之下 蓝赢不选政的 会不会选到后来 呼呼的忠不忠 那个都是金卜充讲的 国民党 我们没有打算要退啊 因为 那个小军姐 退到第三题 我要跟大家讲 都是金卜充跟柯文哲 柯文哲说这个没有 没有诚意 金卜充回骂说 我这样子 对不对 无言以对 等等 那候选人是谁 候选人是侯友宜啊 你今天黄山说什么 金卜充回应嘛 你今天柯文哲说什么 应该侯友宜回应才对 但侯友宜昨天去台中 记者堵了他 现在都开始播 问了两分钟 他等到要进场 他都没说话 记者问了五次 那请问你对于柯文哲的 回应是什么 他连讲话都没讲话 为什么 可能被下令封口 不能讲话 不能讲话 那这个对一个参选人 以前不管讲什么 阿炳亚也好 或怎么样 一个总统参选人 我就是主帅啊 我说了算 但是今天侯友宜 没有这样的明确的角色 他怎么争取 中间选民的认同 所以今天倒回来讲 因为民众党 他今天所看到的 没有错 我们今天各个专家 大家分析的就是 他比较强的就是我觉得 我口才不错 所以我要辩论 我民调应该不会输给侯友宜 所以我要用民调 但你今天倒回来 你侯友宜能躲到什么时候 难道到时候 难道公式 还有各大电台 不会去举办一个 总统的辩论会吗 你不需要跟赖清德 上台去讲辩论吗 那到时候 如果你讲了以后 民调要掉下来的话 那还是不会赢 所以其实应该是 直球对决啦 国民党跟侯友宜 应该要去抓住 那个比民调的机会 就应该答应了 然后呢 再努力的让侯友宜的民调 在最后做民调的那几天 真的赢过柯文哲 那不就赢了吗 那柯文哲也没有 不退场的机制了 但是我还是 还是很强大那件事 团结是要 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对非民进党制度来讲 他们是想要 政党轮替 可是一直讲说 这样的民众 有六成到六成五 我是怀疑这个数字 因为我看到很多都讲说 因为觉得民进党 做的不错 我没有看到一个客观数字 你不能用相对说 我现在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的 有35% 因此就把他换算说 对 65反对 其实没有 那天我有问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 我说院长你应该提出一个相关的数字 他说 有了到大家这么讲 我说大家这么讲 那你自己也长期做民调 这个民调到底在哪里 你告诉我 好歹你如果说是手机民调 或是比如说透过了这个电脑的方式进行去集选 至少有个方法 让我们知道他不是客观性的 过去我们所看的传统性民调65% 其实没有这个数字 完全看不到说有65%支持下架民进党 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我刚刚跟这个小军人在讲 就是我做个结论 为什么会认为说 如果真的一对一的话 其实支持赖心的人可能会更多 看到最近有个网络的梗图 不知道谁做的 做的很传神 选前民进党这边 政国会 新潮流 音系一堆 选举到了呢 民进党 就是民进党 然后呢 这个选前呢 叫国民党 选举到了 就战斗篮 知识篮 本土篮 就分开了 所以这就是蓝绿选民 跟他们的战斗状态的不同 民进党是 目前看起来 不管是独派 或是升绿 或是潜绿 其实就是说就是支持赖心德 那你看他三十几%在那边 票开出来一看 我觉得得票是四十三%以上的 所以你现在民调大概就三十五到四十之间 真正开出来的票数大概就四十三%上下 那如果合成一组的话 当然对待进党会威胁 可是也一样会有流失 也就是所谓的一加一会小于二 一加一小于二一点八 那还有拼命 如果一加一小于一点五的话 那何在一起也不一定会赢 我想请教 一你对金普聪跟现在他协同这个黄建廷所展开的 某种程度还是国民党中央授权给黄建廷跟金普聪谈 跟这个民众谈合作案 他的最终目标 应该是采定是要合作 还是说我真的只是个过个场而已 最终目标 他也认定是不可能会合作 你自己所了解的 学姐你这样一问我才发现我刚刚讲的2018模式 我自己忘记讲了 刚好你提到这点我跟大家报告 蓝白在接触的时候应该第一个目标 最priority最高的战略目标就是包阿 蓝的吃掉白的 或白的讲说我吃掉蓝的 变成是磕文哲选政的 这是第一目标 可是在接触第一天就发现这不可能 所以说首战即中战 开局即中局 不可能破局了 所以就要有第二目标 第二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合不了的责任 尽可能的往对方身上破 都是他啦 对不对 警察先生就是他 是他不愿意我们才合不起来 所以你看现在进步中 我们讲的民主主权很好阿 美国的制度阿 为什么他不愿意 哎呀实在是太遗憾了 要把责任推过去 那民主党也要适度告诉大家说 连民调都不敢贬 那我要怎么办 所以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对方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学姐我刚讲2018模式 这个又讲到我学长姚文志了 其实以当时来看的话 他拿到大概18%的选票在台北市2018年 其实是因为民进党有一些支持者 到最后他没有那么低啦 民进党台北市没有这么低 像这次陈时中 我说至少有30%以上嘛 对吧后来31点多快32 那为什么姚文志只拿到17点多18呢 就是因为很多的民进党选民到最后 他们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柯文哲 因为有自己的支持者 有自己的参选人嘛 可是为了不想看到丁久东当选 所以把票投给了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最后只赢了3500票 第一空略过41%比40%赢的丁久东对不对 他现在倒回来 我不跟柯文哲合作 可是他希望把柯文哲变成是 所谓当时2018姚文志的状况 就连国民党的支持者 自己都弃保了国民党的候选人 因为民调我把它拉开的话 所以你看他去上友台的专访 不是想说 胜率的唯一方程式就是我选 然后呢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 弃保国民党的这个柯文哲 投给我就会赢了 他就在想要复制2018 可是你今天话要讲回来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国民党支持者能够 为了不想看到赖清德当选 而把票投给柯文哲 所以我说赖清德一直都 产在非常中间理性的那个态度 他的仇恩值不高 仇恩值不高的候选人 就很难让别人做这个事情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一直拼命的连结 就是战争与和平 就是赖清德当选就会战争 看看会不会害怕战争的人 把票就不要投给赖清德 可是这个连结建立不起来 就像国庆大会 根本看起来不像是 所谓的台独的大会的时候 你要运输那是台独的场合 听的人没有办法被你说服 那个连结就不会成立 是 来 朗东怎么看这个态势 文朗东 我觉得民众党 柯文哲冷静一点之后 还是会去谈一下民主初选 但谈不是真的要 而事实上上 双方分的这个时候的话 显现出说 我们都有尽全力去向亲去理解 可是真的不适合 所以没办法 让蓝白之间的这个选民 彼此之间不要有隔阂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自动气保的状况 那怎么去谈呢 他就可以去问金普通说 那你这个初选要设哪几个站点 然后怎么样解决重复投票问题 例如说早上拿身份证去A 然后A站投完之后 下午就去另外再拿 同样身份证那些去B 你要有名册嘛 那你名册是不是要跟中选会拿 你要有全台湾2300万人 可以投票完在1800万 到1900万之间 你要有这个名册很难取得 那你的站点你要设立在哪里 是不是大家交通很够方便 反正就讲一堆有的没的细节 讲一堆之后就发现 时间就来不及准备 所以就很遗憾 不是说你的制度不好 选举过程投票也有一些争议的话 对不对 抗议选举不公 然后呢还要再重选吗 这个知识解决的问题 由中选会办的都会有争议 你说由政党自己办的 你的结果谁会承认 但是民政党可以扮成说 他很有诚意去理解这个方案 结果理解完之后发现 时间来不及 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去比民票呢 没有金服务都跟你说 欸呼啦 我们造册没有任何问题 他都说来得起啊 那就是你就一项项问他 你怎么造册嘛 你怎么样拿到这么多 选举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不然这样子 各占50%啊 你的五加民调我给你做了 对 但是传统民调跟这个 比如说手机民调占多少 然后你民主初选 你也给你做 各占50% 如果要合的话 彼此各让一部妥协方案 才是真的要合不是吗 因为民众党他不会让这一步 他不会让的 所以民众党只要说 民主初选我跟你谈 那你民调你也跟我谈一下 要拿五加 对对 没错 然后国民党就有点怕说 这样子不行 然后双方就破局 然后最后就说 因为这次时间太赶了 我们下次再合作 所以因为他们现在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办民主初选是不可能啦 这个制度不是完全做不到 你至少要有半年左右的一个期间 才有办法把这制度做周全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 很多人不知道 民主初选要去哪里投票 你要怎么样宣传这件事 他不是去一般的投开票所呢 他是自己办的地方 所以你要跟民众宣传说 电视买广告啊 在所有平台里头下广告告知啊 要去各自的国民党的党部投票 一看国民党就投给他 对 民众党也不会接送 这个民众党就不会接送嘛 所以说 这个制度细节讨论下去 他会破局 可是我觉得民众党 他会拿出一些 看起来的诚意去讨论 反正讨论完之后 最后还是会解散 那整天晚上就没办法 那是没这个 浪费时间喔 没有 重点就是26天 基本上你看我们 如果在准备一场选举喔 所有的人力 然后它是全国喔 不是说要不然 我们就是比台北吧 不是啊 它是全国耶 那民众党不需要抵抗 那是国民党的事 没错啊 人家准备来的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说 现在就是两边各自 寻找自己最有利的 那其实 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搞的是 未来那一个气宝 但我们 我说真的 我们都有一个危机感 就是说 未来不论他们有没有合 或是未来有没有气宝 因为柯文哲现在在走的 因为依照他们现在的逻辑 是不可能合 可是柯文哲要走的就是说 会不会有所谓的气宝 到最后的一个气宝 在他身上 我问各位最后一个问题 院长先来 民众党 尤其柯文哲 他最大敌人到底是谁 民众党最大敌人 真的是民进党吗 来院长 我觉得他最大的敌人 目前这个阶段很明显 就是国民党 他要怎么样想尽办法 把这个总统的入门票 他要弄到手 那他弄到手 他第一个考量 当然就是跟他竞争的 就是国民党 是 所以双边现在是貌合审理 但是谁都不愿意在 这个背负说 这个非力阵营的 这个失败的最大责任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 另外一个是对岸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岸现在究竟是 主意由柯文哲出现 还是由侯友宜出现 目前来看 柯文哲的这个出现的机会 比较有可能 你怎么会出现是说 对岸比较属于 柯文哲当正的总统候选人 没有错 是喔 因为国民党的包袱太重了 那再加上说 国民党当然你看 几次的这个重大选举之前 都跟对岸 有进行这种交流 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形的话 对国民党来讲 我觉得不见得是加分 尤其不要忘了 刚刚现在 我们看到就是说 柯文哲跟侯友宜的 民调都下降 但是并没有反应再增加 在这个民进党 或者是在这个 郭台铭身上 是 这个就表示说 中间选民趋向于什么 趋向于保守 或中立 是 那这个时候呢 能够影响的 当然就美国跟中国的因素 那特别是 中国他下一个阶段 扮演什么的角色 还有 刚刚讲了 不管是侯振营 或者是柯振营 他们最重要 我觉得说 有吸引中间写明的 一句说 可以突破台湾的 跟大陆之间的 经济状况 那个这个谁 有决定权 大陆嘛 所以大陆后面表态 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包括演习 军事演习 加重的话 这个其实对于 关键的这个 中间写明 会是 我觉得是 最后的关键因素 是 来这个朗东 你也认为 民众党现在最大的敌人 不是民进党 是真的是国民党吗 对 因为对于民众党来讲 他其实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在 蓝绿之间 要有一个空隙 他等于就是 把所有第三势 整个都吸过来 因为他在第三势 里面唯一最有机会 在部分区里面 能够超过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现在可能就是 蓝打一下 绿打一下 试图让蓝绿在立院 都不过半的时候 他的影响力就会最大 是 来 亭妃 其实民众党跟国民党 其实就是互为自己的敌人 因为 其实我说真的 他们现在如果 自己没有讲好 他们的票就是 在这边搅嘛 搅嘛 搅拌来搅拌去嘛 而且 其实我觉得蓝白和的部分 几乎已经是非常 这个机会很小了 可是 现在他们在看的是 谁能够弃保谁 这才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那谁能够弃保谁 当然他们自己 就会先打成一团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明天还是要很 确定 就是说 我们如何站到最后 如何拉抬我们自己 这一个声势 能够维持到1月13号 这才是最重点 好 来 换换看 其实刚刚徐才 问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一下 我的答案跟问法 可能会有点修正 就是说民众党最大的敌人是谁 我觉得我们台湾 民主选举 任何一个候选人 现在目前看到四位 我都认识他们当选 谁的票罪都表示 民众最支持他 那如果有哪一个人 是对岸所 绝对不能让他当选 基本上你投给他就对了 因为对岸 基本上对台湾是个威胁 难道他被戒选吗 那以民众党来讲 民众党现在正在努力的壮大 还没有到可以单独当选的时候 民进党从以前党外到后来 创党到当选 中间前面党外不算 1986到2000年也隔了14年 所以民众党 其实基本上 柯文哲应该这两天的 这个说法跟态度 慢慢转向我所对大家的评价 就是说不要急着 这次想要当选 你要让台湾更多民众去 认同你之后 有一天你准备好 你有足够的人才股再来 那你在壮大过程当中 我自己个人看法 观众朋友 最担心或最不想看到民众党壮大 好像是国民党 国民党他希望跟民众党 合作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告诉大家 不要支持民众党 因为支持民众党 就会让民众党赢 所以只能支持国民党 一旦民众党有一天 他真的壮大了 壮大到变成是最大在野党的时候 那表示国民党 就已经不是最大在野党了 所以那个竞争是非常明确的 柯文哲人自己要想清楚 那不管哪个政党 都应该以人民为主 对台湾有利 任何政党都清联情政爱想土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是 来院长 我补充一点 刚刚这个维安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要看就是说 从对岸的角度来看 他最希望谁 代表这一次的这个 非力阵营出来选举 一定是民众党 因为国民党来讲 他本身跟大陆的这种支持程度 对于大陆来讲 他这个固有的 在台湾的支持群众 这个对他来讲 他认为这个已经是 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如果民众党能够出来 你看看 对于中国来讲 他在台湾的整个的政治势力 跟影响力的扩大 那是加倍的 是 剩下89天 非常谢谢现场来宾 跟我们共同来探讨 难以想象 台湾民选总统 进入第八届以来 到现在不知道 除賴清德之外 还有谁真的可以去成功登记 这是破天荒的 而且到现在呢 要用什么机制去产生 其实也不知道 我常常一直在思考 从戒严到民主时代 我们的政党政治 这样的发展 对台湾来讲是好的吗 政治真的可以这样子玩吗 最近好民意在脸书里头 说出一段话 他说 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在竞争时 可口可乐出来的时候 不会说百事可乐 你给我下架 不会啊 我会强调我的可口可乐的好啊 可口可乐要成功上市的时候 我也不会 可口可乐同样的道理 不会说可口可乐 你必须要下架 我才能够拿到我的市场 不是嘛 你一定 憑你的真实力 去推销你的产品 那现在不是应该这样子吗 民众党不是应该走自己的路吗 国民党不是应该走自己的路吗 蓝白核为什么要核就是之前不核嘛 不核的通通都已经核了嘛 非常谢谢韦翰亭飞 包括的院长 包括温朗东 说真话 真实对话 持续锁定REAL TALK 谢谢各位我们再会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订阅 打赞 点赞 把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廖小君 很開心跟大家要分享我們低調籌備多時 終於雲開見日可以大聲說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論節目 Real Talk真實對話上架了 在YouTube頻道上架 過程當中我們的確把90%精力都花在攝影棚的設計 包括燈光主持人跟來賓互動等等 挑戰台這個創意跟論述內容 是讓每個來賓的觀點清楚呈現 過程當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鋒 當然優質節目影響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個觀眾朋友的幫忙 把大家公開這個好消息同時 也許有人還不知道 但是眾志成城擊殺成塔 請大家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當然這個小小動作不需要花錢 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連結你我最好的一個管道 透過了訂閱 每一個你們都成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隨時都在隨時可以開心聊天 討論台灣的重大事件 當然可以討論包括了國際間瞬息萬變的事情 這個平台我們彼此聽見不同的立場 雖然聲音立場不太一樣 我們需要這個平台一個包容多元觀點的空間 彼此願意傾聽 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可以講真話真實對話 Real Talk真實對話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們在關心國內外政局變動的同時 更可以認識台灣在區域安全 與全球民主聯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為我們信守台灣的價值 堅持對國家的忠心熱忱 期待Real Talk真實對話這個平台 期待你的聲音 期待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 我是廖曉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們的訂閱行列 多多分享 讓我們的聲音 可以傳遍全世界每個角落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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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